我想过很多奇奇怪怪的职业 比如每一个小朋友都想过的科学家 还有什么护士 还有幻想过当收音员 因为觉得操控那个机器很好玩 我20岁的生日的时候 就想着说自己出去旅游一次 那个时候就身边很多人会担心我 说你一个女孩 你说你出去玩多不安全 我说不会 我说一个人出去玩应该蛮好玩的 去哪儿了 去台湾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人 但一个人出去玩的困扰就是没有人跟你拍照 但是我就是因为特别想让别人给我拍照 我就在当地认识了一个姐姐 她也是一个人出来旅游 对刚好我们在一个景点相遇之后 我们两人眼神一对是 好像她也是一个人出来玩的 我们就互相拍照 就互相拍照了差不多一天半吧 然后第二天就是转头 大家的行程又不一样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 你在一个很短的行程内 认识了一个陌生的人 但是你们很快就会聊到一起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人出来玩 包括我后来我去 再去台北的时候也是 自己鼓足勇气去唱歌啊 我要去在旁边那么多人的目光下 主动跟那个人说我要去唱歌 我说我能唱歌吗 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会 无时无刻地转变自己的想法 而且当你在这个阶段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你的见识啊 或者是你的思维开阔一些之后 你对你未来的期许又会有不一样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指不定十年之后 不万一去什么南极当导游啊 就能成为一个什么 跳伞运动员呢 也觉得还是蛮合情合理的 是你自己去找公司 还是公司去主动联系你 朋友介绍的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那个时候我也大概知道会有这个节目 因为我真的没有签太久 四月份吧 刚好去年四月 四月 不是 对 五月二十一号 对 我就特别清楚 我签公司看了黄历的 因为他们告诉我 签公司一定要看黄历 我说为什么 他们说你要挑一个溢价曲的日子 然后本来其实我可以就是提早签的 我就挑了一个溢价曲的日子 签了这个公司 所以 刚签完的那一瞬间 什么心情 刚签完那个瞬间 我是一个姐姐陪我去的 然后出来之后 在公司门口照了两张照片 然后批了一下 发了一个微博 没了 因为我一直是学跳舞嘛 小时候有一点点驼背呀 再加上有点多动 然后就家长就把我送去体恤跳舞了 然后一直学跳舞 先是考了 先是考了北五小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是 我完全没有做准备的 就是当天 当天去考试 当天老师告诉我 他说今天北五来 那个少年宫 这么要招生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说行啊 反正刚好下午没事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就 我记得出试就有可能各种批刹吧 反正就小时候稀里糊涂的 人家叫我站一排 我就站一排 批刹就批刹 批完刹人家就告诉我通过了 然后之后呢 就说要去北京考副试跟三试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 完全没有就是说 要想去上这个学校的想法 然后父母觉得这是一个锻领的机会 你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毕竟你学跳舞 学了这么久了 你有一个这样的考试的机会呀 你就去试试吧 然后我记得我在那个 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 我妈妈语重心长地 躺在床上跟我说 童儿啊 你就当四切刷一圈就好了 就是那个时候完全就是没有任何想法 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想法 然后我就去玩 去玩就跟我好几个小朋友 那时候我爸爸带我去 我也不会梳头 我爸也不会梳头 然后就让那个童 就是一起去的那个 一起去的那个同学的家长 给我梳头 然后去考试 但是反正也就莫名其妙了 真的就莫名其妙了就考过了 感觉你这路都挺顺的 那有人否定过你吗 泼你冷水这种 就 怎么说呢 小时候我算是一个那种学舞蹈的时候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软的人 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有力气 就你看我这个戏胳膊戏腿 能看出来我真的是练了六年专业的吗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不爱长肌肉的人 我们全家都是 然后小时候就是那种做大线条的动作可以 但是一到有爆发力呀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特别不行 所以其实在舞蹈方面 这方面我还是蛮吃亏的 就是没有力量 但是我自己也在练 但有可能我觉得就是 你会不服气嘛 就是 为什么我没有力量 后来我接受了 没有力量就没有力量吧 是不是 每个人都要不一样嘛 不能说每个人都要变成一个小钢炮 那也不太可能 就会有人说 好像看起来你也不是很好 对 但其实我一般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就是别人对我的评价 我有可能会挺一般 但是我会把另外一半 我就完全不在乎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如说这个人评价 我会先看看这个人是谁 如果这个人是我平时跟我中 平时生活中跟我 特别聊得来的朋友的话 我会很听他的意见 但是如果是平时生活中跟我 接触比较少的人的话 他都有评价 我是完全不会在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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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